大陆就要在10月展开政权交接 被视为王储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在9月1号公开露面之后 已经取消了多场和外国领袖以及高级官员的会见 而现在有好多消息 有一说说他背部受伤 出了车祸 甚至还有一说说他遭到了政治暗杀 总之谣言满天飞 好像新版的公平大戏 因为从9月1号公开露面后 习近平已经消失好几天 在9月5号当天 习近平一连取消三个行程 之后就有消息传出 他背部受伤 隔天大陆外交部宣布 习近平将在礼拜一下午会见丹麦总理 没想到又取消 关于习近平副主席 涉外活动的有关安排 我们都已经及时的向大家做了介绍 很多的传言说习近平副主席他受伤 或者是有那个什么意外 我已经就有关的问题 多次回答了记者提问 对于记者提问 大陆官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而这段时间 国际媒体在习近平 审引的议题上也大做文章 包含背部受伤 发生车祸 甚至还遭到政治暗杀 故事越传越离奇 宛如新版的宫廷大戏 习近平在哪里 恐怕是国际媒体最关注的焦点 在缺席会见丹麦总理的行程后 满天飞舞的阴谋论 留给外界许多想象空间 就看他何时现身粉碎谣言 以上中视新闻 曾经好徐一环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